自從有人類文明開始 長生不老一直都是很多人追尋的目標 人類用了無數的方法 由先丹 秘藥 到宗教神力 演變到現代科學 幾千年過去 依然沒有人可以打破大自然的規律 但是長生不老的研究 近年有了突破性的進展 科學家發現不老不死的秘密 就隱藏在海洋裡一個不起眼的生物之中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PowPow 又到了網絡補血站的時間 這個是燈塔水墓 它是世界上唯一擁有長生不老能力的生物 燈塔水墓的一生 是由一種完全看不出是水墓的幼年體開始 它們在水中飄浮 直到找到一些可以依附的物體 並且在那裡變化成一隻水色 這種水色可以自我無性繁殖 當水色成熟之後 它就會長出一個一個的水墓 但是當燈塔水墓過完了它的一生 它們不會像其他生物一樣死亡 反而是將自己的細胞和身體 向幼年化逆轉 最終燈塔水墓會化為自己出生之前的模樣水色 而這個水色又會再次生長成 跟原來的燈塔水墓DNA完全一樣的水墓 如果用人類做比喻的話 就是當你長到老年之後 發現到這一生還留有遺憾想重新來過 所以就變回做小孩 最後變成胚胎重新出生 但是趴趴知道雖然燈塔水墓擁有強大的繁殖能力 並且不會因為衰老而死 不過它們的生命其實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爽的 因為它們缺乏防禦的手段在海洋中經常被獵食 當燈塔水墓受了重傷或者被其他生物吃了 它們是依然會死的 說回又說 如果將燈塔水墓的能力應用在各位觀眾身上 要大家重新成長一次 不知道你們又願不願意這樣做呢 請在留言告訴我吧 今集就講到這裡 下一集會繼續帶給大家更多精彩的內容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和給個like啦 歡迎收看